超商店员失控骂客 遭客数还私讯脸数骚扰 台中30岁必须女子 经常到住家附近的超商 买烟及收集包裹 7月2号一如往常到超商买烟 像以往一样告知同名男店员 要买什么烟 病女表示 店员口气不佳 跳进式地问她要买几号烟 那一天去的时候 她开始有点歇斯底里太多很长 我说你太多那么差干嘛 她说不是啊 爸你来卖啊 你来卖我这样给你感谢懂啊 病女离开后打客服专线 投诉男店员 她知道说她在对我发脾气前几分钟 她有被客诉 被客人骂了三字心 所以她心情不好 觉得她有点迁怒 病女隔天再度前往超商买烟时 该名男店员暴怒 指责病女为什么客诉她 还报警指控病女失床名财 她就说 谁啊 客诉好玩吗 我不能客诉你吗 然后就报警了 这边有客人还乱 赶快来 赶快来 怎么报我失床名财 她情绪又失控了 她甚至把制服脱掉 走出柜台来 跟我说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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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打 谁啊 谁啊 然后她就完全不在地 世界里开始发疯 接着第一次大火大叫 超商店长受向病女道歉 澄清男店员没有忧郁症 只是有减虚控管问题 不料到病女返嫁后 却收到男店员 以脸书报送来的讯息 病女将男店员的名单封锁后 男店员又有另一个账号传来讯息 男店员为何会有病女脸书账号 超商主管调遇电内接触画面后 确认男店员并未在电内积蓄系统 查询顾客各资 且一般店员也无进入该系统的权限 病女怀疑 是她经常到超商收集包裹 男店员已是透过包裹得知她本名 竟然在脸书搜寻 骚扰她 病女分而报警控告男店员侵权 并入指 情绪管理有问题的男店员 流入一颗不定时炸弹 超商却消极处理 这种继续私人真的是不定时炸弹 她如果哪一天 急续失控拿热咖啡扑客人怎么办 拿刀捅人怎么办 谁能处得起责任 超商主管表示内部调查后 将在近日进行处分男店员 不排除予以解职 东西文台中报道